让我继续选择进攻 好球 依然保持了自己良好的手感 非常精准 以后再有没有获得过任何一个大的国际赛事的冠军 最好成绩就是08年世锦赛的八强 应该说这次BTV国际斯诺克北京交易赛 梁安博也是通过自己良好的表现 终于杀入决赛 我相信梁安博会非常珍惜这次国际大赛的机会 为自己的冠军履历上在天上浓墨重笔的一笔 关键在这次比赛中梁安博自己也说 能够有这种跟众多斯诺克的顶尖高手对决的机会 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对于他来说 他只是希望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而从前面他所打的四场比赛来说 确实也是非常出色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 对 黑一球 右侧有一颗红球阻挡 现在粉球的点位非常通畅 先围着粉球尽量抢分 力度稍稍的大了一点点 我没关系 地带 潘衣库交到蓝色五分球 让梁安博比一下 他比这个位置应该是 他母球要听了 回过来再继续击打最右侧 台面最右侧的这颗红球 非常清晰 赛前亮幕练球的时候 看他几个木球的走位 线路都是非常的清晰 这边上有一些朋友在看的时候 还在说 太准了 看出今天状态不错 应该说梁文博现在是 足以击身世界职业台团的巅峰的行列 无论是排名还是技术 毫不过分 梁文博这个新的赛季马上要开始的0910赛季 最大的目标就是先能够强进前16 对 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不用再打资格赛了 梁文博为人也是非常的低调 在前面解说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 他为人非常的低调 虽然最近成绩不错 人气也很旺 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 还是希望就是自己慢慢的打好每场球 应该说梁文博还是有更高的目标 可以看轻轻一点 交到粉色球左侧中带 因为刚才说了黑色七分球的位置不是很好 所以现在梁文博围绕着闲置的最高分支六分球来连续击打 黑色球右侧的底带下球线路被挡住了 现在呢先不着急处理 先抢分 拉开这个比分的差距 先把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 整体干 轻轻一点 继续交到粉色球底带 看看角度 刚才仰了一下身子 因为这个角度很关键 刚刚好 还有一点点翻脚 发一点点力 应该说一上了 梁文博打的还是比较顺 就是抓住了刚开局阶段做的一杆斯诺克 虽然马奎尔解到了 但是却给梁文博留下了一个远线进攻的机会 应该说这一盘球目前为止 马奎尔没有任何失误 梁文博是通过自己超强的准度 打了一杆难度极高的远线 然后打回开岸区 然后做了一杆马奎尔的斯诺克 马奎尔勾的也非常漂亮 但是呢 梁文博又通过自己的一杆远线 获得了机会 这个角度对于梁文博来说可能需要用夹杆了 这一杆马奎尔的斯诺克 这一杆马奎尔的斯诺克 稍微有点厚 厚了一点点 厚了一点 看着我们因为镜头给的非常清楚 我们这个角度 装在了带扣边 这就是在现场如果观看比赛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在电视机前看的这么清楚 对 这么惊心动魄 但是在现场也要好是可以感受到 大赛的这种氛围 好球 轻轻的配了一下 非常好 右侧的这个红球 刚好把这个黑球的通路给解决 非常好 应该说通过这一杆来说 今天梁文博无论在心态上和手感上 应该说调整都非常好 随着刚才这个粉色球的落袋 梁文博这第一局也是单干达到50加了 对 再看打完这根红球母球留什么样的角度 两颗红球可以直接交位 较左下角的底带 因为梁文博刚好是左手 这个位置对他来说可以不需要用这个加杆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左手选手跟右手选手的这个较为习惯的不一样 他用的这个手不同的话 他肯定有一个习惯性的希望叫哪个球 应该是舒服啊 关键是左手选手这个角度打得非常舒服 好球 好 再次叫到黑色七分球 左侧底带 超分 一上来啊 这个梁文博确实是气势很强 应该说 整场比赛梁文博从开赛第一天到现在第一盘打得非常好 包括昨天半球赛跟那个马开伦 对 小组赛 107比0 当时第一局 对 小组赛唯一输的一场输给金龙也是第一盘 也一上来啊 也是打得非常好 单干打了67分 总比分68比0 杨文博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那在第一局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应该说马奎尔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全成功 赛 beginning 这边的部阻振了 二位 等这边 一边 是 一边 启